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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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出现缺心的情况 最简单的食谱方法就是多食用葵花籽 牛肉等食物 嘴唇部位的皮肤较其他地方更薄更脆弱 它的健康状况能直接反映人体的情况 在遇到嘴唇干裂 脱皮的时候 切记用手撕 防止出现嘴唇出血 而想要保证脾胃功能良好 嘴唇红润有光泽 就要注意这些方面 一 勤涂润唇膏 润唇膏能够滋养唇部 保持嘴唇湿润 而且 一般的润唇膏都是以干油为基础成分 对保持嘴唇部位 湿润有很好的作用 每天可以不定时的进行涂抹 一般一天涂抹三到五次就不会出现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了 二 调整饮食结构 缺水是造成嘴唇干裂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多喝水 尤其是在天气干燥的秋冬季节更要加大饮水量 另外 饮食中应该浑素搭配 多使用一些新鲜蔬果 而烧烤油炸食物要尽量少吃 三 保持心情愉悦 学会排解压力 压力大是造成脾胃功能异常的重要原因 平常工作和生活中要注意及时排解压力 保持心情舒畅能够让很多的疾病远离自己 四 坚持运动不放松 运动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 尤其是放好散步 快走等运动 不仅能输筋活血 还能促进胃肠运动 帮助食物更好的吸收 同时还能保证人体的血液循环加快 嘴唇干燥不仅仅是缺水造成的 它和风吹日晒饮养素缺乏 精神刺激甚至遗传因素都有关系 出现干燥凯利的情况 首先要弄清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同时要对症下药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 此时尝试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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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